我是不会做被迫的事情的 如果你要被迫让我做一些事情 我会拒绝 目前来说 因为我认为只有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情 你才能把它做好 所以我目前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我热爱的 从小其实都会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就不要后悔 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 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步登天 我认为 我认为所有的成果 所有出来的结果 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所以这个积累就需要坚持 怕的就是没有事情做 这是最可怕的 其实那个时候 并没有犹豫 那个时候其实是选择说 我做了我就想要做好 先去做 然后至于结果再说 但是如果你要说犹豫的话 是我从歌手转行到演员的时候那一段时间 其实我真的有问过自己说 我适合吗 我适合当演员吗 哎呀好像同族的演员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 自己会不会领 在现场可能会有压力的 在现场会有压力的 我会觉得说表演的没有那么好 就一定要做好 不管我是不是学的表演 但是观众不会去看到说这个结果 你播出的时候也不可能在旁边打个字幕 哎他不是学表演 让观众多理解你一些 如果说你让我选择说 一个非常完美无缺的演技 和一个 时刻保持 努力热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后者 因为我觉得后者的状态是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 但我相信只要有这个状态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给年轻人一点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的 其实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得到这些东西的从低谷而来 其实我就不会再害怕 你就因为一开始本身就什么都没有 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会让你更强大 对对 从低谷而来就不会再害怕回到这个地方 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 就努力的要往上走 往前走就行了 对有时候就会多想 因为过于敏感 对过于敏感就会不思乱想 天马行空就会失眠 怎么疏解呢 包括我现在的周围的朋友会跟我说 说你现在要找一个宣泄的一个点 其实我宣泄的点很简单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我宣泄的点就是我在家里买了一个 那个叫什么 椭圆移 就可以登的那个 如果我真的很郁闷的时候 我会放一个我很喜欢的动画片 很喜欢动画片是吗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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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然后登到就是大汉林里 然后到后面我就觉得说 啊 就很放松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点吧 有时候看一场电影大哭一场 我觉得这也是我宣泄的一个点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声音 我会把它过滤掉 怎么过滤 就是不往心里面去呗 这个说看到了 我说这个别往心里去 就真的不往心里去 就其实你当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你会很难说说我不是这样的 根本没有的事 假的 这是造谣 但是又想 哎 算了 还有这么多人喜欢你 就我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就是人生很短 就是不要浪费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好严你的人身上 喜欢别人 时间的还不够呢 对吧 你是一个挺有正能量 挺这个 去寻找幸福相关的这样一面 没办法 就是自己得给自己加油打起 如果是喜欢你的人 就喜欢你的人 肯定会存在 所以不用太去在意 不用太去在意 只要我们现在的势头是好的 大家还有很多能喜欢我们的人 像我今天人家我们说 你想那么多是不是还不够累啊 所以就让自己充实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